好我们回家上一课内容啊 上一课讲什么来着 上一课讲的是引流 小电流引到大电流 是吧 那小电流这个是怎么来呢 怎么判断呢 就有一些传感器 什么叫传感器呢 就传感觉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传什么感觉呢 传这个光的感觉 我们的眼睛就能传这个光的感觉 那这种这种东西呢 叫光敏电阻或者LDR Light Dependent Resistor 就是光敏感的这么一种 这个电阻 那光敏电阻什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光敏电阻长什么样 这个就是这个光敏电阻长的样子 就是它其实是有点像这个 就是波浪线似的 就是手这样 这样 这样的一个图形的感觉 那它的电阻是多少呢 我们切到这个电阻挡 然后把它这个管角加上了两个管角 就是一个电阻 但是它说是光敏 怎么个光敏呢 现在是6K左右 6K左右 那么如果说我把这个 拿一个小盖 拿这个盖 给它一点点扣上 你会发现在扣的过程中怎么样 这个电阻是不是就变大 变大变大 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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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扣上之后就到17了 是吧 就到17了 甚至我把它按住了之后 到达30多K 那么松开的时候呢 有3K 按下去之后 有30多K 其实按下去不是看压力 就是它的光的敏感程度 给它盖上之后 它会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这就是我们的光敏电阻 它是对光敏感的 那这个特性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上次做那个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可编电阻了 对吧 可编电阻了 我们可以拿它来做这么一个小玩具 上次我们做那个可编电阻 来做那么那么一个小玩具 这样的一个东西 把它插在那个可编电阻的位置 然后呢 给它插好插好之后呢 给它摁上 摁上之后它是不亮的是吧 但是什么时候都黑了 哎 能不能感觉到 黑了它就亮对吧 我们把它这样这样 给它看得清楚一点哈 哎 什么时候黑了 它就亮了 黑天它在亮灯也是吗 白天也亮什么近 什么时候费电吗 什么时候都黑了 什么时候黑了 它就亮 哎 什么时候亮了 它就暗 哎 这样的感觉 那利用这个光敏电阻的小电阻 带动了这个LED的大电瘤 对吧 小电流带动大电瘤 哎 这挺有意思 那会不会因为它这是亮了 它就它就又黑了 它黑了又亮了呢 我们把这光敏电阻对着这个LED 看它会怎么样啊 如果把电源对着它会怎么样 它一亮 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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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它一亮它应该让它灭这种感觉对吧 只有把它们隔开了才有这种这种这种效果 是吧 那如果说 哎 就就 让它这样呢 它其实很难亮亮到一个足够亮度的 那但是如果说把它转到这边呢 转到这边呢 转到这边之后 它其实就就更容易一点 因为它不对着它 它的光不会影响到它了 是吧 还挺好玩的 那么这次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就是这个光敏电阻 根据亮度来控制电流的大小 小电流也可以引出大电流 这次呢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再见